底下问题说,农村老师的文化水平太差, 怎样才能提升老师的境界,搞好农村教育? 这农村人很多用女性神鬼来迷惑无知上当的农民, 受害的人众多,有的还搬坐和尚到处行聘, 破坏佛法造下了无边的罪业, 怎样才能把佛法传到农村,传播到学校, 用佛法教育学生传到每个人心中? 这个事情,现在在国内, 国家的政策,教育跟宗教分得很清楚, 学校不能有宗教合同, 所以对于农村的老师这个问题, 你要向县里面的主管教育的单位, 是教育局上,主管教育单位, 要向他们诚信, 至于农民被这个假和尚欺骗的, 这个要找县里面的宗教局, 跟县里面的佛教协会, 请他们去帮助,来解决,这就对了。